像這樣,那你可以按下一個按鈕,它會把舊的資料刪掉 然後再重新到網路上面去下載,那只是說你可能要等一下下時間 那它資料就全部更新了,OK類似像這樣,只是說這個 按鈕會跑一下,OK沒關係,那這個地方,那裡面到底做哪些事情 我大概再把一些比較重要的部分跟各位講一下,實際上這裡面主要就是有五段程式 第一段就是我們剛剛講的那個P4大樂透下載 那也就是說這一段是第一段程式,那以後如果說你假設要把 很多段程式把它組合起來的話,那這邊有個關鍵叫做Call Call這一段,它就會去呼叫什麼?呼叫這一段,OK就會呼叫 那底下增加總共就是有那個四段程式,那我們大概 簡單看一下 所以假設我讓它先跑一下,先把它清除 這裡的話呢當然先把這個,比如說 先把資料清空,然後P4下載了,OK,那這個地方刪除多餘列 剛剛我們是手動的 可是呢如果你想要把它寫成VBA程式 到底我寫了幾行程式,其實程式不多 按NV8好了,它跳到這裡 其實主要 就只有 幾行程式 1,2,3,4行程式 第一行程式做什麼?這個就是排序 所以我剛剛不是先用那個 特別號這一個 做排序嗎? 那其實排序的話,你只要跟他講說,你要按照哪一個儲存格 去做排序,那排序的話呢 在VBA的語法叫Sort 顧名思義,就是以這個當基準 的 排序 OK 那排序的話呢 你要告訴他幾個訊息,就是說 你 排序的key,就是以哪一個 當然一樣,這個地方通常 這個第一個參數 跟前面這個參數會是一樣的 那豆點,第二個的話 header header 指的是有沒有 上面有沒有欄位名稱 理論上有 如果你沒有給這個欄位名稱,它就會 上面欄位名稱會 一起排序 那就跑掉了 再來的話,order 1 這個指的是什麼 指的你的那個 排序是地增呢 還是地減 那我們是希望他能夠先 先讓他 應該是地減吧 地增 跟你講,地減 所以這邊 可以給他一個是什麼 order 帽號等於 以後特別注意 如果 假如說 你對這個 比如說他的參數名稱 假設 不是 很清楚的話 其實你打一個 帽號等於 他其實也會跳出後面的參數 所以其實 那個 VBA 提示其實還蠻多的 你直接用選就可以 比如說你要遞減 那你就是用這個 XL ASC 這個 OK,讓他遞減 好,那我們就可以排序了 那排序的話你會發現這個地方 按照C欄排序 M好 排完序之後他就幫我排完了 然後呢 再來我就是 把不需要的東西把它刪掉 跟這樣 這個應該是地增 地增 那地增之後的話呢 我再去追蹤 向下追 哪個向下追蹤 我用D欄 Ctrl向下 剛好底下的東西就是我不要的 所以 我就把 從1922以後的全部刪掉 所以呢 我就是先追蹤 D1向下追蹤之後 然後得到的這個結果 就是1922嘛 那 我把1922底下的全部都刪掉的話 那可以用一個 這個物件名稱叫Rose Rose的話呢就是指的是 哪一列 1922列 到哪一列呢 到底下 那為什麼這邊是1048576 啊其實1048576 指的就是 Ctrl向下 再向下 就是指的 14就是最下面 反正的底下全部刪掉的意思 那我懶得再去算說 底下到底有幾列 所以我乾脆 跟他講說 1922到最下面這一列 全部都幫我刪掉 OK 那這樣的話呢 你會發現 他就快速的幫我把 不需要的這一列 全部刪光光了 其實還蠻快的 這個Rose 把它直騎一下